第十八 今家人是基督徒 所以学习老师的法门阻力很大 一再教室供奉祖先 父母冤亲债主 要再做什么 让全家人可以一起共修此法门 在相关课程中 我特别强调 我们度不了每一个人 不要以为家人就可以度得了 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有四大类关系 讨债还债报恩报仇 谁都是这种关系 你不要以为你的父母就是报恩的 不是 你也不要以为你的兄弟姐妹是报恩的 也不要以为自己的儿女就是报恩的 所以为什么佛法中特别重视 要大家修这个 界定慧三根本学 也就是让你开智慧 当你开智慧 你的心入大圆境制的时候 你就会引现出周围人和你的因果 这个时候你才清晰明了 我二哥就是对我有天天挑毛病 原来他就是来报仇的 我那个小女儿原来就是跟我讨债的 我那个什么人 诶 绝了之后怎么办 绝了之后要升起 出离心和菩提心 带他们出离 那么带他们处理怎么处理 不是都来上OOSS的课才处理的 这是你的误会 众生的缘各不尽同 所以有的人跟老师的缘身 他会来上老师的课 有的人对面相逢都无缘 他在我身边经过了 他都不认识我 这种人他就不是我该度的众生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不要用人的人心去办到 这个有一个方法叫自修自证 自修自证 当你是变成一个强大的能量场的时候 你是大太阳的时候 守着太阳的所有的东西 得到太阳光的照耀 都会变得纯净光明 你就会度化他们 你就会影响他们 这个叫不言之教 不言之教 而不是一定靠你的说教 拉着他们来修炼 所以众生只能自读 对别人只能通过自己的觉性 光明去觉他 使他觉悟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基督徒 天主徒就不会来学我们的东西 我这里很多基督徒 天主徒的学生 那么我们不能有彼此的宗教的隔阂 而要通过宗教的外向 见到圣者的真实本怀 都是让大家出离苦海 回归自己是佛 自己是上帝之子 这样的荣耀 而自己自修自证 自己回归自己的本来面目 这才是我们传道的唯一的一个目的 而不是让人家一定跑来上这个课程 学老师的东西 所以前期呢 你这位同修就自修自证 增强自己的吸引力 号召力 影响力 那么相信有一天 他们会觉醒过来 在他们的宗教中找到应用的方法 我们今年大量的开启 这个西方的传道 会在加拿大 会在美国 会在澳洲 英国 瑞士 这些地方开始走出去红岛 所以在这些国家 大部分我们面对的 都是天主徒和基督徒 所以我们会用圣经去传导 将来有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呢 在网上你可以转播给他们看看 让他们通过他们自己的宗教语言 去切入去了解 将来可能就更容易一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